大家好,我是Adam Myers 今天要演讲的主题是没有FUD的BlackBerry 我们要对BlackBerry稍作讨论 然后我将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背景 还要讨论BlackBerry的企业体系结构 设备体系结构 简要硬件概数、加密概数和BlackBerry的攻击面 然后我们将讨论取证、反取证 最后介绍最佳做法 我是Adam Myers 我在SRA International工作 SRA是向政府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国防承包商 我们是这些技术方面的领先提供商 我自己是安全顾问 渗透测试人员兼取证技术人员 过去两年还为我们的一些客户 做过反向工程的工作 之所以做这个演讲 是因为我听到了很多关于BlackBerry或FUD的 荒诞的说法和传言 例如 如果您带着BlackBerry去某个国家或地区 立刻就会有一种挫败感 或者 如果您有一部BlackBerry 有人可以使用密码将其解密 然后就可以访问手机上的数据 或者如果您的BlackBerry上设置了密码 他们可以直接绕开密码 或者如果您有一部BlackBerry 就有人可以在它上面任意运行代码 另外还有人说 要攻击BlackBerry轻而易举 听了这些传言和荒诞的说法后 我开始了解BlackBerry及其安全模型 我得出的结论是 远程攻击BlackBerry只在理论上存在可能性 它运行的是Java字节码 具有JVM 当然就存在被攻击的可能性 不过如果有可利用的漏洞 我认为应该会存在公开的某种概念证明 但这显然并不存在 因此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认为这轻而易举就能办到 远程访问工具包的确存在 有几个此类工具 Taylor Shields的开源工具 TXSBB Spy 以及Flexi Spy 和Mobile Spy 他们宣称能够帮助您检验 不中配偶之类的情况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RootKit 针对BlackBerry的攻击也出现过 我们见到类似于阿联酋的 Etisala通过文本消息 向其用户推送程序包的事情 这就是远程访问工具 最后 有多国政府一直在试图 让Rim提供监控功能 而不是强迫Rim提供某些监控功能 我们稍后将对此略做讨论 这里 我们要了解几个缩写 BES 即BlackBerry Enterprise Server MDS 即Mobile Data System 或Data Service MVS 即Mobile Voice System GVM 即Java虚拟机 这是个很常见的术语 就企业体系结构而言 我们拥有连接到蜂窝网络的 BlackBerry设备 当他们连接到蜂窝网络时 您就可以进行语音呼叫 当他们使用GPRS或3G技术 建立网络连接时 他们将通过您的企业防火墙 建立至回总部的BES的VPN 该VPN采用AES进行加密 BlackBerry就是这样将信息传回BES 另外 还有提供额外特性和功能的其他BES服务 如Attachment Server 和其他让您连接到内部及时消息 或其他内部应用程序的组件 但从本质上说 不在现场的端点设备 是通过防火墙及VPN方式 连接到您的组织内的 我应该指出 这种方式仅适用于BlackBerry Enterprise模型 不适用于BlackBerry Internet Service 后者可以从蜂窝服务提供商那里购买 目前有大量不同的组件可用 我不会逐一对其进行介绍 但从安全角度来说 最需要注意的是附件服务 您的BlackBerry上获取的附件通过此服务呈现 因此如果您获得了一个.pdf文件或word文档 BlackBerry上并不会呈现 它将在附件服务器上呈现 此服务器将其转换为 BlackBerry自身可以呈现的格式 BlackBerry的企业组件 有管理方面的 用于控制移动设备 并可以执行关于使用方式 密码 可安装的第三方软件 以及拥有的全线的企业策略 也有MSIQ驱动的数据库 这实际上是BlackBerry的管理界面 另外 正如我所说 还有其他组件与Exchange服务器 或Lotus Notes服务器互联 最佳做法是将这些组件 保持为独立的系统 BlackBerry和现有企业系统之间的互联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 因此 如果您有内部应用程序 您可以直接针对BlackBerry进行构建 通过BlackBerry API开发模型 您可以在浏览器级别进行开发 从而获得基于Web的应用程序 另外还有MDS 即Mobile Data Service 目前正在被逐步淘汰 因此我就不对此进行深入讨论了 还有Java ME应用程序 此类应用程序在操作系统或API级编写 这些应用程序的复杂性提高了 因此在从浏览器转到为BlackBerry 编写Java应用程序时 复杂性便提高了 BlackBerry的Java虚拟机 包含有线连接设备配置CLDC 移动信息设备描述MIDP 以及BlackBerry API 这些都考虑了公号 以及移动设备保持供电和驱动屏幕 所需的移动设备库之类的东西 BlackBerry API 实际上是BlackBerry的操作系统 JVM负责以下工作 进程间通信 内存管理 如垃圾回收之类的工作 进程管理 管理哪些应用程序运行 以及异常处理 有时候 如果某个程序崩溃 BlackBerry上会弹出异常处理消息 这就是JVM向您发出的信息 那么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下BlackBerry 如果我们想要能够绕开密码 我们在这里会看到 我已经打开了 已经不再工作的一部BlackBerry 我在这里要找的是JTAG 即联合测试行动小组 JTAG是芯片或设备本身的调试接口 用于连接硬件应用装置来测试设备上运行的程序 是的 JTAG对我们非常有用 因为它让我们能够直接连接到内存 了解运行情况 对于BlackBerry需要注意的一件事 同时也是我希望去除部分FUD的一种方式 就是 这只是一个设备 一个硬件 您可以查看指令指南中的规范 这里面没有什么神秘的 所以 我们会看到其中有驱动ARM处理器的Qualcomm芯片等组件 我们可以看到GSM模块 GPS接口以及内存模块 这些都只是组件 我们可以查到它们各自的功能 在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GPS差异芯片 这可能就是一个JTAG BlackBerry上的JTAG可以禁用 要禁用它 您可能必须访问内存芯片 如果它要在攻击过程中发挥作用 就一定需要物理访问设备 这就可能会破坏设备 或在设备上留下明显的印记 一旦能访问这些内存组件中的某个组件 无论是通过JTAG 还是通过禁用芯片 并将其连接到插槽 就可以进行内存转储之类的操作 您可以对此芯片进行内存转储 从而了解内存中运行的是什么 其中可能包括 可用于解锁设备的密码散列值 因此 从绕开设备密码的角度而言 很可能需要将其打开 取出芯片并从其进行内存转储 Blackberry在开始启动过程时 启动ROM代码存储在闪存中 而启动ROM本身由RIM签名 因此它们在启动ROM上有PKI 处理器可以验证启动ROM签名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 处理器将会停止操作系统启动 设备将无法使用 因此在设备上植入修改过的 或专门构建的操作系统 会由于这个进程而变得复杂 这对设备而言 当然是非常好的功能 这样看来 在其上植入自己的操作系统 来破坏或访问信息 实际上不可行 在设备上会进行加密 这实际上就是用户输入密码 然后设备从该密码 派生临时密钥的过程 这是256位的AES密钥 设备使用此密钥 来对内容保护密钥进行解密 内容保护密钥 是解除设备上的内容保护的方式 因为数据库等全部内容都已加密 另外还有一个ECC私钥 即椭圆曲线加密私钥 ECC私钥在新消息进入设备 而设备处于锁定状态时使用 当设备锁定时 所有一切都会加密 除了已经加密的内容外 新消息也需要在设备上加以保护 因此 他们使用ECC私钥进行临时存储 并使用公钥对新消息进行加密 然后在设备解锁时 使用私钥解密 从而让设备保护这些消息的安全 输入密钥并在收到128条新消息后 设备将进入RAM ECC加密的项目 将被移动到受AES保护的 内容保护数据库中 因此 它会将这些内容移动到标准内容保护中 BlackBerry上的PIN消息传递是另一个关注领域 PIN消息是用RAM指定的密钥 它们将其称为全局PIN加密密钥 这是对等加密密钥 可以在设备上进行修改 因此 如果您的组织想要使用自己的PIN密钥 这当然可以 但这会让您的用户 不能与不在组织内的其他BlackBerry用户进行通信 此全局密钥 可能不如您想象的那么安全 因为每个设备上都会采用 因此 这可能会成为攻击对象 我们已经讨论过BlackBerry的物理访问 因此 我将简单地对此予以讨论 蜂窝通信是另一个攻击媒介 由于浏览器本身 操作系统 MDS运行时 由于我们要将时间压缩在20分钟左右 所以这里将简单带过 最后是社会工程 那么 对于物理访问 设备内存采取内容保护 如果启用 则会使用256位的AES密钥 它使用NIST指定的 尾随基数生成器创建 它将排生出符合PKCS5号的密钥 因此 除非您有AES解码器环 否则在尝试对此动态解密时 会遇到很多困难 设备锁定时收到的新数据 将使用ECC公钥进行加密 同时团难以后 用EAES密钥匙